老夫人骑着橘红色机车 竟然从大马路正中间 突然跨越双黄线 就在下一秒 后方执行机车还搞不清楚状况 也来不及刹车迎面碰撞 两人双双倒地 夫人机车更是失控在原地旋转 事发屏东市区胜利路上 74岁料姓老夫人 从马路正中间切西瓜 造成车祸事故 热心民众搬出轻屋停车牌子 避免二次追撞 夫人腿部撕裂伤 倒霉骑士肋骨也骨折 万幸都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下面这名路人就没这么幸运 只见格子衬衬老翁 等待红绿灯变号 步伐缓慢走在斑马线上 这时一辆客运向左转 没想到悲剧降临 客运突然紧急刹车 驾驶下车一看 老翁已经躺在马路上 没了动静 华联这名客运驾驶 一次A住死角挡住视线 不小心撞上过马路的 92岁谢姓老翁 造成他颅内出血肋骨骨折 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送一抢救还是宣告不治 马路危险这么多 还有人敢这样开 高雄建国路二段上 多辆机车向前经过 也让砂石车竟突然迎面时来 这辆车行驶在对象车道上 通过路口后左转离去 简直像把马路当自己家 逼得用路人不得不闪开礼让 车道逆向直接斜切过马路后左转 民众圈都摇头 上路没把安全当回事 小心害人又害己 继续综合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